隨著天氣逐漸轉涼 盧特秋冬款的風衣也正式上架啦 這次的材質同樣是經過精挑細選 最後選擇了YKK的拉鍊 以及整件防潑水不易皺的材質 經過了我在中等雨戰的實測 淋了大概40分鐘 只有袖口的部分濕掉 身體的部位還是乾的 因應騎士雙載的需求 常常坐在後座都會被帽子甩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這次也特地做了一個帽子的收納袋 在用不到帽子的時候可以把它收納起來 讓領口變得更挺 同時可以讓脖子保持溫暖 讓風不容易灌進去 而想戴帽子或是氣溫變低的時候 則是可以直接把帽子拉出來 口袋除了左右兩側以外 在胸口的位置也增加了一個 可以在騎車的時候放進信用卡 或者是小贓的鈔票 加油的時候就更方便了 在放進錢包的時候外套也不會變形 風衣的背後則是使用了雙色反光材質 寫上Adventure Never Ends 讓我們在晚上騎車 或者是進入隧道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這次魯特也架設了一個網站 也把目前頻道有在販售的東西都放上去了 之後商品也會開始在網站上做販售下單 下單的流程也比以前更輕鬆了喔 最後不要忘記追蹤魯特商品的IG 有新消息或者是有商品上的問題 都會有專人及時回覆喔 魯特秋冬款風衣 現在兩件免運 趕快買起來 我們現在在哪裡 我在羅馬公路 有一隻動物在搭便車 搭便車還是搭便 搭便車 搭便車是哪一隻呢 剛加完油沒多久之後他就在我腳上了 加完油沒多久之後 那很遠耶 他已經跟著你快100公里了耶 他剛剛一下子往外面看 然後一下子就會這樣子 他乘著風時速跟你一起560 對 好棒喔 我剛剛本來有點 他還怕想要把他走掉 可是我很怕他下去會顧折 他才不會顧折吧 他在看鏡頭耶 對啊 他在看鏡頭耶 好好笑喔 你有來過這裡嗎 沒有啦 真是蠻有的 為你隆重介紹這條路 北橫公路 你對那個什麼公路好像比較沒有那個 對我對路線的東西 像上次我們去台東的那個 那叫南橫 南橫我就知道 對 然後我們上次帶觀眾去騎車 我們走的那個是中橫 屁股很痛 為什麼你屁股很痛 5點多就從台南出發 對 然後直接拼到這裡 對 而且我今天騎的他是阿福 呵呵呵 各位大家介紹一下 呵呵 他送了我一個禮物 呵呵呵 就是 怕測客不見了 登登 呵呵呵 這一台這個阿福呢 從台中開始呢 就沒有測客 騎到你家出手耶 欸 而且啊 這如果是一般人怎樣 這如果是一般人 絕對應該就堵籃到死 然後就開始很不爽 不想要騎 心情不好耶 對心情不好 可是 可是我看你很開心耶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我測客離家出手耶 對 離家出手 抱著電瓶騎的感覺 極度輕量化 極度輕量化 5公克 難怪今天騎的特別起勁了 一口氣從台南騎上來 對 到現在計程還很好 對 到現在計程還很好 哇 好厲害喔 那晚上要不要煮飯給我吃 沒有 我現在是為了 因為哈哥在煮飯 所以我想要趕快進去 我好餓喔 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 好 我們現在要出發了好不好 GOGO 魯魯我是魯特 北橫公路在台灣的三條橫貫公路裡面 一直都是我心中的最後一名 在主線上沒有太多好的展望 以及過去的經驗 就是每次來到這裡的時候 一定會下雨 讓我對他的印象 老實講就是 真的非必要的話 我絕對不會沒事騎了這條公路 在旅途中往返 但是這次很不一樣 我們反而要在北橫附近 帶著超過20位觀眾 去露營 歐地區 遁 公路 你現在在跟著呢 就這樣 我就可以 有 我現在 我現在 對 我現在 我想 我現在 其實 我現在 我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带观众去骑车的抽奖 感谢Stream Trail赞助防水包 目前鲁特骑车用的包包 一定会选择防水包 因为之前骑着骑着 雨真的下得太大了 所以最后包包里的空拍机电池 直接全湿 想当然就是电池后来挂了 而骑摩托车嘛 在台湾的气候 又是全年都有可能会下雨的天气 从那之后就开始展开了 我与防水包的缘分 而最近背的Dry Tank 40公升的JK沙色防水包 我真的超爱它的颜色 由防水纤维面料制成的防水油布 外观简单 材质坚韧 在我每个礼拜的蹂躪下 骑近领导 聊K 长时间公路旅行 骑到摔来摔去的 摔到现在 也都还是头好壮壮 包包上层 采用卷轴式的防水挡布 就算我们在野外 在图域超豪大雨 里面的相机 电脑 空拍机 衣物 都还是可以干净整洁 内部还有魔鬼在内带可以粘贴 让防水包的实用性 可以更上一层楼 强化收纳的性能 背部的背带 则是使用了透气减压的软电结构 可以舒缓长时间背负的不适 让背着它起500公里起来 像是只有50公里 透明的针箭夹 可以让我们放钱包 零钱 识别证 或是任何会需要快取的东西 这样就不会在需要拿小东西的时候 还要把整个包包全部打开来 翻来翻去的 在包包的侧边 底部还有一个排水孔 可以用来作为集水袋 或者是排水的地方 包体硬挺 背起来帅气有行 想拿东西的时候可以方便快取 背着骑车 轻松舒适 在下雨的时候 包包里的东西 完完全全不会湿 ST防水包 就是赞啦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在举办这次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我还是靠着那么一点点的冲动啦 报名表单开下去之后 决定的地点 找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创作者 接着就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如同刚刚说的 北恒公路 实际上真的是蛮常下雨的 前几年妹妹骑车来到这里 必吓 除了下雨 最近三条横贯公路也算是多灾多难啦 在去玩了这一趟之后 因为地震加上豪雨 北恒最近也中断了 据说要等到明年才会重新开放通行 所以这次硬着头皮 选了靠近北恒公路上面的拉拉山 作为我们这次带观众去骑车的目的地 我还是觉得自己真的非常有勇气 都不怕大家帐篷搭到一半下大雨 破坏大家的体验 因为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太多 真的就是报名表给他开下去之后 剩下的之后再说了 而今天的北恒一帆往常 是个好天气 少了厚重的云雾 多了太阳的照耀 清爽舒服 沿着大汉西畔 过了北恒知名地标 巴林大桥之后 我们也来到了整段北恒公路的终点 巴林 在这边左转 准备进入拉拉山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片山 海拔大约2000公尺的达拉关山 旧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拉拉山 位于桃园市复兴区 与新北市乌来区的交界处 经过了北恒公路很多次 但是这还是我第一次 从北恒公路上左转 拉拉山这个词 对我来说还是挺陌生的 在泰雅族语中 有着眺望的意思 而新地名达关山 达关这个词在泰雅族语中 则是美丽的意思 眺望 美丽 我觉得不管哪一个词 都很符合它的地名 不到5公里的路程 我们会从大汉西畔的海拔600公尺 一路爬升到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 拉拉山山顶 整路大概会有超过10个 类似在画面上看到的法夹湾 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 拉拉山的山势 还是非常陡峭的 而今天我们准备前往的露营区 就隐身在拉拉山的山林之中 来到上巴林 时间已经接近傍晚的5点半了 我们没有停留 直接马不停蹄的 继续前进 这次的营地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从上巴林要到营地 大概还有4公里的距离 这一段路中 路况大部分都会比较烂一点 偶尔的碎石路面 些许的竹林 沿途还有两三个 可以直接从山中看到溪谷的展望 路面时不时也会布满青苔 从上巴林进入这条路 沿途的路况 树林 就好像让我们可以先整理自己的心情 让我们知道自己现在已经远离都市 正在深入山林 在这三天两夜的路营装备 骑在这破碎的水泥铺装路面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大概就是 因为摩托车后面 真的是太重了 所以每一个坑 每次打滑 感受都会变得更加强烈 有乐趣 同时也充满着刺激 行驶了将近20分钟 我们终于赶在天黑前 抵达营区了 现场已经可以看到各位观众 在搭起自己的帐篷 而我们终于也和久违的老橘白相见还了 阿哥说他已经帮你们处理好了 怎样处理好 诶你看他开车来就是为了这个啦 我们这次特别的不一样 我们一到营区呢 请到这个私人的私储 我突然觉得他开车也没关系了 开心吗 开心吗 哇技术好好哦 开车如果没有带着这东西都会被骂吧 对啊 我今天愿意当你的摄影师 我非常的愿意 好 交给你了 各位观众 我们才刚把我们的车停好而已 这就是我在这个比盖西露营区的这个 天蓬的停车场 非常的舒服 还帮我亮灯 这是拿来停车的 这不是拿来做人的 因为今天不会下雨 因为今天我来了 那现在呢 我就准备要来搭帐篷 如果是以往 我一定会嘴他开车上来啦 但是这次他担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御用私储 所以反而让我觉得特别的甘心 没那么快啊 下一次出来 应该 对对对忘记跟大家说 他最近比较忙 所以大家在频道里面呢 很常说到就是说 这个人为什么都没有出来 是不是我们感情不好 是不是我们吵架 还是我们 那是一部分的 没有 你不要误导大家 我们感情还是很好 我还是偶尔会去找他 可是就没有拍影片 这次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才可以看到他 下次再看到他呢 应该是一年之后 我为什么会开车来 是因为我随时会被召回 我随时会被召回 对 他真的要回去忙他那个餐厅的东西 就要回去店里面 对 就 所以希望这次可以 我们可以在礼拜天看到你 我们真人广告就直接开在这里 真人广告 OK 那个 不色限饮食 对 不色限饮空间 欢迎在台中的你 你一同加入 对没错 可以学到他的厨艺 可以可以吧 可以吧 然后啊 据我观察 应该不是灌老板 应该 应该 大家可以来 应征一下 可以啦 你来我的车就借你骑 反正我没时间骑 然后对对 反正太有问题了 你知道吗 我来 我也没骑车 所以车就归你骑 对对对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次还有我们 同样也是经营频道的大头兄 我们这次呢 除了请到我们老菊白 来当我们师储之外 我们还请到一位露营专家 他曾经跟老菊白呢 去精英野西温泉两个人 去度过一个happy的晚上 大头呢 他本身也是有在经营 YouTube频道 专门骑越野车的 比我这个越野菜机呢 厉害非常多倍 OK 这次非常感谢大头陪我们来好不好 OK啦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吃个饭 而这两位都是对于露营 这个户外活动 算是蛮有经验的 也很愿意花时间跟别人说自己露营经验的创作者 相信这次有两位的加持 这次的露营活动 也一定可以浮夸又温馨 而这次的观众们中 其实也有蛮多露营老司机的啦 同时也有把首录 献给拉拉山的朋友 有在follow频道的应该有看过这位 哈哈哈 菜头 其实我们是车友 SMC啊 也可以露营 可是我这次骑CRF300 哈哈哈 哈哈哈 可以再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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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老橘白在下面有煮意大利面 在一起下来吃 我们那个下面有个大田木 然后先稍微认识一下大家 这样 OKOKOK 自我介绍一下 OKOK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男朋友就是要教这种 今天出门之前呢 特地在群主说 他要带他女朋友来 就带来 现在还在打他的帐篷 厨师见面 你好 小车也可以露营 所以不要因为你骑什么车而不露营 我只是在讲干话 对 我们的私厨在这边不知道要干嘛 他骂的 哈哈哈 没什么心情煮 我们就喝饱了 那等一下就我煮了 呃 我煮了 你煮了 他说他煮 因为他不吃我煮的东西 哈哈哈 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迪士尼家或是Netflix那个 荒野求生 那一群完全没有穿衣服的 然后去岛上找木材 就长得像这样 非常帅 你真的超帅 你骑什么车再来的 我们骑 比威斯 对 这是比威斯 就是他 比威斯在的东西在比我还要多位 因为他还有行军床 对啊 你的行军床收起来之后是很小的 还是有点大吧 有点大这样子 因为我主要是靠我那种背包的背架去塞的 因为我是军事理人 就是说一些很不是一些军事的东西 对 USR迷的那种 对对对 对对 现在我们带观众来骑车 下一次呢 观众带我们去爬山 以下开放 我是认真要去爬 认真 对我是认真要去爬 可是因为我现在苦于 第一个没有装备 第二个不知道去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呃 叫我Kevin就好了 叫他Kevin就好了 Kevin要带我们去爬山 蛤 下一次 什么 哈哈哈 对了就被Cue 我连那个企划节目名称都想好了 鸡加走 鸡车加走路 对 爬山 骑鸡车去爬山 但是先选择慢一点的 先 先死门子 对的小动态 没问题没问题 我找到一个潜力股 鸡加走 情侣胆 一厅一试 我们第一次鸡车录 第一次鸡车录影 他们之前有开车过 所以这一顶帐篷 应该是之前开车的时候用的 不是勒 这是我擅长为了鸡车录影 酸成为了这一次的录影买的 兄弟们 人客啊 跟你们的鸡车录影 对啊 就是 不会啊 我们 我们负在心中 对 对我们 我们也负在心中 你是负债吗 负债 就是负债的负债吗 对负债 这位据说跟真真是有好朋友 对已经变成好朋友 已经变成他们其实一开始是 他们一开始是网友 到现在已经变成好朋友 对已经变成好朋友 所以我们做YouTube也可以交到很好的朋友 我们都在家里坏话 是吗 真的假的 不要这样啦 不要这样啦 你只剩下我可以嘴了是不是 对 你确实要你可以嘴 CB350纪念版 对啊 载了这么大堆东西来 然后今天直接骑铃道 不是可是光是前面这个就很厉害了 对啊 那里面 什么 这两台车可以载得像很强 欸很大欸 对啊 这比我们还要大 到底怎么载的 他们还有一个停车瓶 那你骑300怎么输了呢 CRF300 虽然是CRF300 可是他只有280cc 跟CB350的比起来是排气量有差一点 所以 无可厚非嘛 排气量比较少 载的东西自然就比较 比较少一点 欸可以停车欸 这真的可以停车欸 这一次他带的面特别的不一样 这种面他就是 一口一个 你会不会看到他 他就是有那个 可以装东西的地方 对 他就是会装肉酱跟肉 起来 你一整锅 撒完 肉酱不会生下 你一般的细面 根本就没有办法吃那个酱子 我这样吃起来我觉得麵克的面最好吃 因为你吃的面是有沾到肉酱的 他是撈起来 撈起来 嗯 他是撈起来 老橘白酱 老橘白酱 对这个橘白酱 出自于谁的手 目前还是出自于我的手 啊我们就只想要吃到你的手而已啊 给女儿吃的 然后给 开放 对 开放给大家吃 带有父爱的肉酱 父爱肉酱意大利米 父爱肉酱 我听起来色色的 不会啊欸 很感性欸 对啊 我这个是主打妈妈的族群啊 现在呢我们就不吵他煮饭了 嗯 我们就等着吃就好 我他妈还有醉了 我看下面了 等下面交给你哦 好 我看下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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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已经讲不出话了 怎么会煮到这么好吃 OK 三天两夜活动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天 让观众们彼此熟悉认识 吃着老橘白的父爱肉酱意大利面 喝着啤酒 烤着萤火 还把2000公尺的拉拉山 在这个晚上 一点也不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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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目前看似好像都已经起床了 那我现在刚起床 然后刚才去洗了一个舒服的澡 今天我想有时间 晚一点的时候再来介绍这个营区 因为我觉得这个营区其实 还蛮棒的 热水超热 就是我刚才去洗了之后 然后环境呢 非常的优美 昨天呢礼拜五 我们已经把大家呢 全部给他聚集到了这个营地 今天我们准备要好好的 去给大家起爆 现在我自己一个人像个老人一样 像个老人一样 这边烤火 这是我们的帐篷 虽然呢 这个烟起得非常大 然后都已经飘到帐篷里面去了 不过我是觉得还蛮棒的 by the way 我还泡了一杯咖啡 一早享受这个阳光 然后这家这个 真的非常棒 好吧 其实我们大概六点多会起床了 混到现在应该快九点了吧 我们行程呢原本预计是九点要出发 可是呢我们现在才准备要煮我们的早餐 西班牙蒜味蝦 这一顿呢如同以往我的贡献依然非常多 我把这二三十只虾子呢全部给他 20就20 喔20 不要吃 那边水 偷偷灌水又不会怎样 把这20只虾子呢给他剥壳给他剥好 虾身 and虾头分开 用西班牙蒜味蝦以及观众泡给我们 喝起来真的很赞的黑咖啡 来作为今天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其实当下在营地 我们真的已经废到想一直赖在营区里面 哪里都不去了 直到我看见兄弟们已经蠢蠢欲动 把车从上面的营区骑下来 最后才决定把原本预计的计划稍稍改变一下 到附近逛逛晃晃 现在我们准备要出发来去探索一下北河 从营区离开 Go Go 准备出发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超过10点 重新骑了一次昨天到营区的路 树叶覆盖住了大部分的阳光 也让我觉得光是骑在这条像是林道的路上 就真的已经心满意足了 从营区出发很快的 我们也来到了Seven的上巴林门市 因为我们昨天的营区 它是在那边其实是没有讯号的 所以我每个人手机在那边都发挥不了作用 现在我们在这边先停下来 停下来干嘛呢? 让手机接受一下讯号 顺便导航一下 这样我才知道等一下我们要去的路好不好 很棒啊 这个群山 山非常的高 我们 我们的营区呢 应该其实应该就是在那个西谷附近啊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住的那个营区 它 没有到说很好的展望 它是在比较偏向西谷地形的那种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 那个河流的 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如果你有来北衡的话 想要露营 想要多过几天 拉拉山这边 你可以去比较西路营区 那去那个营区呢 就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花一个三天两夜的时间 就待在营区里面 我们昨天到营区嘛 现在像我们一样 第二天出来 我们就开始准备跑我们这个 骑摩托的行程 我这次出来的时候忘记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北衡呢 它其实最近会盖加油站 不过现在还没有盖加油站 所以如果你有上来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油量 从南部上来的朋友 马五都是做一个加油站 啊从北的话呢 你就自己加 因为现在我们面临到一个小小的状况 就是呢我们的T20 只剩下半桶油了 就叫你不要买西树那么大了吧 所以它现在其实有点担心它的状况 不过我觉得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今天骑的里程 可能也不会说到太远 一点点而已 可能让它明天可以足够的骑下山 这样就够了 所以我们的行程呢 会稍稍的调整一下 第一站呢 我预计 我们应该是先去气象观测站 往那边上去 然后回来之后 下来 去那个巴林铁塔 还有马洛套开 目前前往拉拉山 除了北衡上来的时候 会有超大段的法夹丸之外 在北衡这个地区的加油站 目前是还没有建好的 所以油量 暂时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啊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在山下的时候 就把油补满 再上山 当然如果你真的忘记补油了 在附近的店家也是有提供汽油的 600毫升 100块 至于为什么是以600毫升为单位 因为老板是说 600毫升 就足够你骑到加油站加油了 所以也算是蛮佛心的吧 第一站 我们准备前往 位在拉拉山深处的气象站 从7-7出发 经过我们要往营地的路口 我们在这边往上继续前进 一开始就是一个抖抖的上坡 右边的视野也随着我们往上 变得更加的开阔 天气 跟之前来到北衡公路的时候 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从营区出发的时候 甚至还会觉得很热 不过在骑上车了之后 微风不断 就不会这样觉得了 真的是一个很适合骑车的天气啊 骑了大概10分钟 我们一行人 决定在路边的一个平台停下来 因为这里的视野 真的是太赞了 每次带观众去骑车 我最常跟大家说的 应该就是不好意思 这四个字了 因为我真的是比较随性啊 路边看到风景 或者是觉得可以飞个空拍机的地方 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停下来 但是周围的环境 常常都是大太阳 没有任何遮蔽物的 所以后来我都会说 我们是把观众骗出来晒太阳的 没晒个5个小时 不回家 你們有来过这边吗? 直接跑了 可是你坐后面你不会觉得很累 不是 我觉得 風景好看 風景漂亮 他昨天下来赢去了 就是快被吓死了 快哭了 对哦你也骑一台哦 我自己 继续往下走 离开了平台之后 路幅会变得越来越小条 这时候反而会忘记 我们刚刚是从上80的7出发的 没想到在上80出发了之后 还有这么一大段的距离 天空离我们越来越近 又在经过了20分钟之后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 拉拉山气象站 沿途的风景超赞 但是这里的终点 还是让我有点失望 路边停满的车 没有展望 没有遮蔽物 只有这个水塔 后来发现 这里其实是一个登山口 再往下走 也没有东西了 不过鲁特还是觉得 从上80上来的这段路 其实一路上 会有超过5个 视野很好的地方 说起来还是一个值得一来的地方 没有登山 就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就可以了 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 现在在这边我已经占到流汗了 然后呢真的非常感谢这一群观众 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挺 来这边陪我晒太阳 陪我飞空拍机 陪我在这边讲干话 尤鲁特就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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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你这句话 太感动了 奇爆 真的奇爆 真的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尤鲁特就很好玩 太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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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O RIN A YI GIMMAL ONJET NA NEE GUTE YISEL GOYA I LOVE YOU I LOVE YOU 沿著原路我們重新回到了上巴林 從警察局後面的小路進入 再次經過一連串的陡上坡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 跟巴黎鐵塔只差一個字的 巴林鐵塔 之前帶觀眾去騎車 封山的那一次 在行程的最後 我們去了1314愛情塔 而這一次的巴林鐵塔 曾經是馬輪砲台的遺址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跟上一次蠻相似的 海拔同樣是1314公尺 算上壁雷針的高度 大概是10層樓高 一層樓130萬 一共花了1300萬 蓋出來的巴林鐵塔 恩... 真的是個千萬好風景啊 巴林鐵塔 哇今天天氣真的非常好 我們觀眾全部在巴林鐵塔下方 然後啊我剛才飛空拍機的時候啊 從這個角度往後面那邊飛 飛過去可以直接看到巴林大橋 從這個角度看巴林大橋 又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因為之前我們是騎北橫 第一個視角是從北橫看巴林大橋 就是平平的 橋比較壯觀 第二個視角我們是從御風道路那邊看巴林大橋 有一點居高零下 小小居高零下的那種感覺 這邊看巴林大橋 直接整個俯看下去 巴林大橋變小小的一個 可是我覺得那個溪流 旁邊的北橫公路 再加上周遭的兩段道路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大頭第一次來嗎? 對啊 第一次來喔?那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啊 很美我覺得很美 然後騎車又可以有一點點小樂趣 很舒服欸 對啊就像剛剛那氣象站 對 我發現氣象站是 到那個點回來的沿路上 喔對 左邊很漂亮 對 就是你輕輕吹著油門 然後旁邊全部都是大景 而且重點是這樣 微風徐徐的吹來 對 非常的讚 超美的超讚 超療癒超舒服 讚齁 大家一定要來 對 下次還要來嗎? 來啊走啊走啊 下次帶我們這個帶觀眾去洗車 好不好 感謝大頭這次的帶路 剛才是大頭幫我們帶路的 今天在上80取貨 我們在上807 我們現在在取貨 我們有一位神秘人士寄包裹給我們 我們有一位非常神秘的觀眾 他很特地幫我們寄東西 到上80取貨 太瘦了 好感動喔 好感動喔 我們等一下回營區之後 再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對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 等一下來開箱 嗯 結束了80貼塔 我們也回到了營區 這一次有位觀眾 寄了非常 非常 非常特別的東西給我們 我們現在在開我們這個 還是 老朋友 老朋友的包裹 軍糧欸 我看到了 軍用 野戰加熱式餐盒 陸軍後勤指揮部 印度風味咖哩牛肉 軍品不得轉售 真的很屌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這個寄到上80門市 就只為了要給我們露營而已 他寄給我們適合 真的喔 各位 我們有各種不同的風味 印度咖哩牛 我們有兩個印度咖哩牛 咖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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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蘑菇香煎豬肉排 and 蘑菇嫩煎雞腿排 欸這個很方便欸 這就是 因為他這個 我覺得他裡面應該是做的像那一種 就是你一帶你也不用帶瓦斯爐 然後加熱帶之後弄上去 就可以直接客 超迷彩欸 對啊 帥 喔這是米飯堡 他有分一個米飯堡 取出加熱帶便打槍 我們再吃野戰 嗯 對 像我以前 我覺得野戰口兩隻是餅乾而已耶 好了 他是不是就這樣放著嗎 對 冷氣 喔喔喔喔 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喔喔喔喔喔 趕快拍趕快拍 欸他下面直接開始滾欸 他好像那個 他就是那個火鍋 多美 對啊很像那個 海底撈的那個 對 欸他說這個溫度啊 現在有90度欸 真的喔 啊要15分鐘啊 嗯 他其實這樣就好了 就15分鐘就好了 3.15再拿起來吃 啊他說那個 飯要丟一點 對 飯要丟一點 好痛喔 嗯 不會螢光啊 冷掉的昂骨粿 對啊 他就是有點菜桃粿那種感覺啊 所以是你的問題還是東西的問題 我覺得他應該要再放久一點 嗯 他上面寫15分鐘好像有點太短了 可是我們已經悶超過半小時了 我們 欸對耶快悶快一個小時 還是就算原本太久 啊還是因為飯他要先來啦 原本預計天氣預報是說啊 今天應該是會下午後雷震雨 可是現在時間已經要3點了 還沒有下 那我們等一下就在營區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去西邊玩一下 玩完之後呢 晚上就要開始真正我們的營火晚會了 從北橫上面進到巴林之後 然後要往比蓋西這個露營區呢 他的路況其實是有一點 比較難騎的吧 撇除路況我覺得這個營區呢 是一個很棒的營區 因為從上面下來之後 雖然沒有什麼大景 各位朋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比蓋西露營區 這個營區他的設備 首先呢我們 我們帳篷待在那邊 有點像是鐵皮搭起來的小木屋 廁所冰箱 脫水機吹風機全部都在這邊 我們這次的冰箱裝好裝滿耶 我們這對 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次的冰箱 欸每個人都買超多 每個人都會覺得別人帶的不夠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冰箱怎麼樣 這就是這次這兩天的 大爆滿 已經煮爆了 然後現在裡面還剩下這麼多 冷凍還 超強而且都很新 不是啊重點是 為什麼會有人把這個放進來 因為他們可能等一下喝 等一下就要喝 對就想要喝很冰的 目測裡面應該有40罐吧 對啊 242448了 超過50罐 這邊還有一箱 我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行程 冰箱本來就是一定要有的嘛 當然這邊它還有 脫水機應該算是蠻少見的吧 對 脫水機我覺得真的在一個營區裡面 剛有人脫衣服 內褲就不要拍了 剛剛有人脫衣服 所以這是可以使用的 快速脫水機 洗完澡出來之後呢 有一個吹風機 這個是營主提供的 因為很多營區它其實在早上的時候 它的熱水供應是沒有的 它只有在晚上的時候才會供應 然後白天的時候可能不知道 到某一個時段它才會開放熱水 不過我們這次的熱水呢 燒柴熱水 它的熱水是用柴燒的 所以一打開水龍頭 非常的燙 就是我今天一打開來之後 你知道那個心情是非常愉悅的 而且它重點是它不會忽冷忽熱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以上導覽結束 比開西露營區 我個人是覺得我給它蠻高的評價 算是我路過營以來 衛生乾淨然後安靜 然後晚上還可以看星空 很棒的一個地方 推薦給大家 而這個營區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從營地往西谷的方向騎 一路經過林間小徑 不到10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彷彿會來到了 另外一個世界一樣 營地的名字雖然叫比開西露營區 但是這附近的溪流 不是叫比開西 而是塔曼溪 10月初的季節 加上北橫這幾天反常的天候狀況 脫光衣服下去沖個涼 也是很舒服的啦 整體來說 營區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唯一的缺點 就是沒有手機訊號 一連三天 過著沒有網路的生活 真的可以讓我們很專心的跟大自然相處 對我們來說 其實這也不算是一個缺點了啦 吸了個澡 逛了個營區 時間過得很快 一轉眼已經來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了 在大家吃完晚餐了之後 再度把營火升起來 就準備開始我們的抽獎儀式了 這個我們首先非常感謝我們 ST Stream Trail 防水包 贊助我們兩個防水包 這次很感謝Stream Trail贊助兩個防水包 從前年開始我就開始使用了Stream Trail的防水包 到目前為止也背了將近三年了 我覺得他們家的包包真的蠻耐用 耐看的 同一個包包 有時候一個禮拜出門騎個兩三次車 一連使用了兩年都還沒有太大的破損 防水性能也是毫無疑問的讚 而因為我們常常會騎著長距離的行程 所以背起來的舒適度 對我而言我也是很看重的 總而言之 我真的很喜歡Stream Trail的防水包 因為他真的陪伴了我很多行程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而這次除了防水包 還要感謝X-Force贊助我們大武士封禁組 X-Force的封禁是特別為了登山車 以及越野車的運動需求打造的 防霧效能讓我們在零道裡面 面對高溫、高濕度 甚至是溫差很大的環境 可以保持快速的排霧 魯特帶到現在大概是9個月的時間了吧 還真的完全沒有起過霧 這次X-Force提供的大刺客封禁 也曾經獲得德國ISPO Award金獎的殊榮 目前也與歐洲的職業車隊友合作 讓我的騎乘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享受著 沿途良好的視野 來自台灣的廠商 絕對是要好好支持一下的嘛 這次也很感謝22市場贊助 嫩雞胸、板件牛以及鴨胸 22市場提供了多樣化的舒肥產品 讓我這個廚藝門外漢 也能在露營的時候 只需要打開包裝 按照上面的步驟一步一步 處理、調味 最後再把一整盤的美食端上桌 就能盡情的在戶外享用美食了 最後再度感謝自己提供5組貼紙 這個夜晚同樣的也在營火、歡笑聲 以及我喝掛倒在天幕下 錯過了熱眼牛排的悔恨中 結束了 一早起來又是一個舒適溫暖的天氣 今天安排的行程 就只剩下把帳篷收一收 準備拔營了 這次帶觀眾去騎車 我覺得有幾件事 是可以分享給沒有機車露營過的朋友的 第一點是 當初在報完名之後 有很多觀眾其實有詢問魯特的露營裝備的 大概會帶哪一些什麼之類的 感覺的出來其實蠻多朋友 應該都是會想要嘗試記錄的 只是可能身邊沒有朋友的帶領 沒有經驗 所以沒辦法嘗試 裝備的部分 我覺得是真的可以不用買到那種貴到抱用以嘻花的啦 以自己車子能承受的重量 下去大約計算 大致上 以體積小 以及重量輕 下去做選擇 因為騎摩托車 要載東西真的是對體積重量 蜘蛛比較 那因為其實我也不是真的特別專業啦 只是很愛騎摩托車露營這個活動 所以這部分的話 有機會我會再拍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打包的 現在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次的活動中 幾位很有創意的收納王 以狼將載真的屌欸 Costco好朋友 要不要問我們介紹一下你後面這一咖 到底載了什麼東西 帳篷 帳篷在這 帳篷在那邊 帳篷他用一個小的貨架給他弄起來 我是覺得蠻帥的 尤其是這種外露的 可是如果下雨的話怎麼辦 真男人 就睡絲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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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放什麼 呃 食物衣服 食物衣服 然後睡袋啊 廚具 然後那個墊子 都在裡面 年貝全部都在這一咖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買說到真的很那個的 一咖Costco就好了 剛剛這個是彈力神 然後可是你一定要裝貨架 不然你沒裝貨架的話 我的貨架在勾子很多 對 他的貨架這個 有的沒的真的很多 我覺得是這一團裝備競賽最後一名 最低成本 我才是最後一名 這個再一個蓋過來 套起來就防水袋了 對 買垃圾帶一套套起來就好 然後 這一個呢應該算是 可以獲得最佳利用獎的一元 最佳土炮獎 他這個 他沒有裝貨架 大家不要以為阿 他這個方形的就是貨架 這個是他在煮飯的時候用的桌子 他就直接把他這樣掛上去 因為其實阿福那個後貨架 有裝跟沒裝一樣 他最高的承重就只有5公斤而已 你之前有裝過阿福的貨架嗎 剛剛沒有耶 沒有 裝貨架的話 如果你要越野的話 他要把車殼全部拆掉 很麻煩 最主要是因為他那個貨架 也沒辦法承重太多了 就很爛 就是本田私生子的配件就是 就是 對 這個這台是大頭的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大頭 把他全部裝完之後的樣子 好不好 非常帥氣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這一台 這個SMC 也是我們的車友 他也是 搞了一個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把他綁在他的把手上 他把他綁在他的把手 前面是綁在哪 前面是綁在下面這邊 所以這樣其實也夠穩 所以其實SMC也是可以錄影的 就是你把他綁在這邊 這邊用一個這個 可是SMC要裝這個呢 你看他這裡要把殼給他弄掉 所以我完全不想去裝那個 完全不想去裝那個把手 完全不想去裝那個把手 因為那個要消殼 我覺得有一點 不是啊 消殼為什麼你還想要裝啊 看消殼我就不想要裝了啊 沒有身高不夠啊 身高不夠 身高不夠 要拉要拉了 因為他那邊是在這裡啊 那邊是什麼 我 這裡啊 對啊這裡啊 我才160 我們KTM家族的這個把手呢 他就直接做一個塑膠殼 凹進去 這裡就是把手了 因為要這樣啊 因為另外一邊就是那個什麼 排氣管啊 對啊 下次我會試著用SMC啊 來錄影看看 我是不太想嘗試啊 好然後現在呢 換我 準備要去收一下我的東西 因為我現在東西都還沒有收 準備收東西 Go Go 第二個部分就是裝備買了 但是不知道怎麼綁上車 我是用最簡單 但是又有點麻煩的方式啊 就是用壓扣的綑綁帶 直接用一個X型 把我後面的防水包固定住 那要怎麼看東西到底有沒有牢固 那個感覺大概就是 綁好東西之後 我們出一點力 去推動我們綁的包包 如果這時候你感覺到 整台車已經跟著在動的時候 那就是穩了 保險一點 在綁好東西剛騎乘的時候 可以先慢慢騎一段路 等過了幾個坑洞的時候 確定東西都還穩穩的在後面 沒有掉下去 就可以放心的按照自己的速限騎車了 而第三個部分 就是如果你沒有朋友的陪伴 可以自己先從露營區開始啊 這次是很多觀眾的首錄 在露營區裡的體驗 應該是會比野營還要舒服很多的 有熱水可以洗澡 有水龍頭可以洗碗 有大片的草皮可以追趕跑跳碰 說到這裡也很謝謝老橘白 讓我第一次的首錄體驗這麼好 才有接下來的客難野營啊 露營 玩到現在我也覺得 其實客難才好玩 好啦說到這邊 我們也差不多把東西整理完了 接下來也準備要跟大家說掰掰了 這趟三天兩夜的比蓋西露營區 我覺得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偏向耍廢 少了一望那種在趕行程的感覺 真的非常舒服 下次有機會 我一定還會再帶觀眾去錄影的 讓我越來越過沒有 煮想電腦 是你還不會再試試看 也會不會再試試看 看到我來看 你這裡很快 你自己去年 是你不快 也不會再試試看 熱水龍頭 字幕提供 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